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天封面过境,上午起中部以北,东北部转有阵雨,风后冷气团随之南下,各地气温奏降。 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,今晚明晨北台湾低温将降至13、14度,明天冷气团强度达巅峰,气温还会再降。 吴德荣在三立准气象,老大写偏激专栏刊文指出,根据今天清晨五时的红外线卫星云图,风面前中高云已先移入,但因其结构仍松散,并未带来雨势。 他说,风面今上午将南下通过北部,东北部地区开始出现雨势,气温随之奏降,越晚越冷。 吴德荣进一步表示,明冷气团强度最强,北台湾白天高温近约17度左右,天气转为干冷。 明晚至周日8日,成各地转晴朗,中部以北沿海空旷地区将出现强辐射冷却效应,气温将降至11、12度左右,提醒民众做好保暖准备。 吴德荣指出,周日至下周五13日,天气晴朗稳定,周日白天气温开始回升,洗版部高温约可回升到23至25度。 下周一9日,清晨仍可能出现辐射冷却作用,气温偏低,但太阳出来后将大幅回暖,洗版部高温升到26至28度,日夜温差超过12度。